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却遭抗议民众当街高喊拒绝消费二八 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28号首度以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身份 到当年林宅血案发生地一光教会出席活动 不过教会门外却有民众举着标语抗议高喊 不只是蔡英文 台当局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主委顾立雄 二十七号未有人站台 出席有关二八的新书发表活动 也被抗议别利用已死的亡灵捞政治资本 台当局文化部门主管郑立军二十七号表示 为尊重二八纪念活动避免社会对立 决定二月二十八号台北的中正纪念堂闭馆一天 在所谓转型正义修法未完成前 未来每年的二月二十八号都寻此模式办理 在办发言人黄崇燕还特别强调 蔡英文事先就知情 歌颂某一个单一的真人人物 特别是在这转型归正义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当中 其实有些事实还必须要被厘清之前 我们先闭馆 是决定的吗 并不是的本来就已经做了规划 二十八号上午还是有不少外来游客 在中正纪念堂广场走动拍照 中正纪念堂主建筑物大门深锁 在阶梯前和大门外驻守的警察和庭奖团体 反而成为另外的一种景点 由于担心有所谓台独团体会到中正纪念堂闹场 并可能发生拆除蒋介石将等过激行为 台退役陆军中将吴思怀 国民党黄复兴党部 台湾退役将士社会服务总会 新党成员等近一百人 二十八号上午组队来到中正纪念堂 在现场高呼消灭台独消灭日本鬼子 我们要保卫中正纪念堂的蒋介石像 果然有所谓台独团体 自由台湾党主席蔡丁贵领头的近百名群众 于二十八号中午抵达中正纪念堂 在现场要求立即拆除蒋介石像 在警方强势隔开下 有百余名蓝营群众气得隔空呛声 场面一度紧张 警方出动大批警力围城人墙 防止统派与独派发生冲突 在现场还有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等 统派团体进行互奖活动 由于立场不同 统派团体与蔡丁贵率领的独派团体 相互叫嚣 一度还发生肢体冲突 对于台当局二八当天关闭中正纪念堂的做法 网友有很大不满 纷纷留言批评 闭管一天来避免对立 干脆全台禁足一天 在家面壁思过实在点 绿营自己造的孽 还要剥夺民众的参观自由 民进党就会制造话题 转移话题 逃避执政不利 由于历史原因 二八事件带给台湾社会的阵痛 至今未能抚平 昨天 一批二八事件的受难者 亲历者 及家属 白色恐怖受难人遗属 以及台湾民间学者等各界人士 举行了二八事件 七十周年纪念座谈会 他们呼吁岛内各界 要通过省思二八事件 来展望两岸未来 座谈会一开始 台上最年轻的80后历史学者 邱世杰便表示 时隔七十周年 二八事件的打开方式 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今天我们在看这个二八的时候 一般人会把它解释成 主流解释都把它讲成是 外省人跟本省人之间的相谈 有人强调外省人杀本省人 比较多 有些人强调本省上外省人比较多 我觉得在二八七十年后 今天我们绝对不能再看这样子 在这样子的角度 继续用这样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要看的是 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的 一个社会危机里面 它泡露出来的一个社会本质是什么 就是台湾同胞跟外省来的同胞 其实充满了互助合作 就是互相保护的这个事实 与会者认为二八事件作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台湾人民反独裁追求民主自由的运动 不如民进党加以扭曲和利用 二二八不是省级冲突 二二八不是台独运动 那么现在民进党台独 要利用二二八来搞台独 搞省级冲突 其实是拜错了菩萨 走错了庙门 二二八事件的基本性质是什么 就是和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反独裁 真民主自治的路线是相符合的 这个是当时经历二二八事件的 谢显空 他的对二二八事件的一个定调 与会者表示 二八代表了追求民主进步的方向 但长期以来 这个话语权却被民进党挟持 而其原因就是 国民党以往在岛内长期压制 主张两岸统一的左派势力 如今民进党在岛内 实践了所谓的全面执政 更加大肆推动去中国化 让两岸滑向战争的边缘 台湾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两岸就是走向和平的那个道路 才是正道 所以我必须非常强烈的抗议 那个蔡英文的 他所有的新的政策 是站在一个 有可能面临战争的 连那个台独路线上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如果照民进党这种搞下去 那我想就说 2300万台湾老百姓 都要为这个东西付出一个 很沉重的一个财产的生命的代价 面对岛内乱象 遇会者呼吁台湾社会 要正面省思二八 不再陷于民进党恶性消费 二八所编织的 圣旗和悲情的陷阱 要知道二八事件 虽然由一个偶发事件引起 但其真正的政治要求 就是在中国的主权下 争取台湾的民主和自治 那我觉得二八最大的启示之一 就是说 我们今天应该要继续努力的 推动台湾的这个社会改革 而不是一个就是说 被这个很虚妄的一个 分立主义的独立的 这个一个口号所掩盖住 而且在可能的条件下 应该是台湾人民 作为全中国人民的一部分 来把这个整个中国 变得更好 更进步 更光明 面对民进党当局 持续扭曲二八历史事实 不仅蓝营政治人物看不下去 岛内民间学者也看不下去了 昨天上午 一批来自民间的台湾学者 特别举行了一场记者会 要向社会还原历史真相 二二八事件爆发70周年 民进党已再度在岛内上台 他们口口声声说 要追求二二八的真相 要转型正义 但依然操弄省级矛盾 把二二八贴上了外省人 残酷镇压本省人的标签 对此民间学者不认同 在民进党的炒作之下 他已经把它变成一个外来政权 来迫害本土人民的一个案例 认为这是所谓的外省屠杀本省人 现在又借转型正义为名 然后行清算之实 民间学者拿出当年 二二八事发当时的新闻报道资料 证明从二二八事件爆发当天 到3月8号国民党出兵镇压前 全台各地已经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 无论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 都可能沦为冲突的受难者 而台湾社会接近没有追究 当时上街杀人的本省暴民的责任 更没有为那些命丧暴乱的 无辜外省人去证明 今天讲元凶第一个皇民 第二流氓第三地痞到现在还愚破荡漾 就是这些该坐牢该为自己的犯行 要付出代价的这些暴民 其实是这些台独分子的骨干 所以非常悲哀的是 无辜的人到现在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反跟补偿 他们的怨气或许只有在这个小小的时空 我作为外省的第二代替他们发声 我也很清楚 从马英九到蔡英文是不会道歉的 学者们说 阿尔巴根本没有所谓的省级问题 甚至世界的导国所 那位遭到烟草专卖局打伤的妇女的女儿 后来还嫁给了外省人 但遗憾的是 阿尔巴事件爆发后 国民党在台湾展开威权统治 阿尔巴今向由此尘封数十年 而解延后的民进党又罔顾事实 大肆鼓吹 外省人杀了数十万的奔生人 撕裂族群 事实上 台当局阿尔巴事件纪念基金会的数据显示 在阿尔巴事件中 台阶罹难的死亡与失踪总数只有858人 民进党如此夸大并扭曲阿尔巴事件 目的就是要谋求选票和政治利益 民进党他现在利用阿尔巴 其实他已经不再是所谓的要追求正义 而他更重要的是 要为他去中国化这个道路上快速的迈进 也就是透过阿尔巴作为他整个台独史观 建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我觉得历史本来就有偶然跟悲情 也有一些无辜的牺牲 那回顾这些东西 如果变成台独建国的一个政治图腾 我觉得这不是历史的公道 也不是历史的真相 让这些学者更感到担忧的是 民进党一方面借着阿尔巴事件去中国化 一方面又大肆美化日本在台殖民统治 让当下的台湾依然无法摆脱被日本和美国在背后操弄的命运 民族在这样撕裂下去没有前途 那这些暴徒正在继续扩大这样的仇恨感 那更增加了大家的危机意识 站在外省第二代立场 这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任何人要分裂国家的领土 就是民族的叛徒 据台湾媒体报道 28号台南深律团体甚至提出 要求所谓建立台湾国 无罪特赦陈水扁等荒唐要求 台南市长更是公然说出 要建设所谓的和平公益新国家 对此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痛批 少扯淡骗老百姓 28号台南市区还有多个团体发起228游行 其中深律团体陈水扁联谊会提出 建立所谓台湾国的荒唐要求 更强烈要求台当局全面拆除所有蒋介石铜像 并更改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 建筑物或机构的名称 包括中正纪念堂及中正大学等 还要蔡英文在最短时间内 所谓特赦陈水扁 而台南市长赖清德 在28号参加追思活动时 更公然说出建设所谓和平公益新国家 对此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告解 所谓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不要鬼扯淡骗老百姓 对于绿营近来发动去讲话的争议 洪秀柱2月28号下午 在台南拜票时表示 228事件在台湾的上空盘旋了70年 可是今天的民进党当局 并没有希望从过往的历史中寻找真相 他们只想消费228事件的历史 利用228事件重新制造社会的分化 对立与仇恨来转移今日的施政不良 无能借以巩固地位 这种行径卑鄙可耻可恨 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吴敦义 28号在高雄表示 蒋介石的对错应该留给历史论功过 去讲话代表菜当局急了 民进党上台施政后 气数一直下滑 只好借搞意识形态和斗争 掩饰施政无能 在二二八当天台湾府人大学有学生要拒调蒋介石同向 凌晨时分 十几名学生聚集 拿着砂轮片不断破坏通向 学校立即报警 现场学生和警方多次爆发激烈冲突 电钻砂轮片通通拿来聚同向 二二八纪念日这一天 一过十二点 福大校园立刻聚集十几名学生 警方到场 双方爆发 激烈冲突 警察不然想要抓人了 阻止他 学生情绪高涨 制控警方违法进入校园 警方怎么解释 学生根本无法冷静 同向包括拐架和脚的部分 都遭到破坏 一群人全被带回警局 过程中还有远警遭到学生 强抓眼镜导致受伤 其中一名远警的眼镜 也遭一名学生 将他拿下来当场折断 所以我们当场就强制 将这几名知识的学生 带回侦办 亏损同向的朱耀四名男女 虽然校方不提告 但攻击警方是事实 还是被依照妨害公务来移送 表达诉求是权利 但激进手段已经违法 还是得负起责任 台中清泉港基地 发生毒品丢包案 为此台防务部门 罕见抛出50万元新台币 当破案奖金 台军方更是模仿 现在岛内网络最流行的狂新闻 拍摄反毒倡导短片 不过调查至今仍然毫无进展 让各方都在质疑 这次要来告诉大家 另一个陆军勇士 最抗怪兽的英勇故事 模仿时下最夯手法 台军方制作反毒影片 我稍微 配上趣味影片和搞笑图 想弄得活泼些 但却惹来民众吐槽 安闷的啦 光是配音也好 或这个做法 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效果 为了让案情明朗 台防务部门主管冯士宽 寄出悬赏奖金 鼓励各界检举 如果因此顺利破案 个人可以独得 10万元新台币奖金 团体则拿到50万 但这些真的能发挥效果吗 变成普遍型的 这种检举奖金的话 的确会造成这种 互信基础的一个薄弱 侠运报复的问题 军种的斗争 会不会让后续的 这个事情跟案情的 发展状况会更复杂 担心后续会衍生其他效应 蓝绿两党民代 都对悬赏效果 保持怀疑态度 国民党金明代 许玉仁28号也发文表示 这种检举奖金做法 只会让军中同袍 长官下属产生信任危机 他希望冯士宽 能彻查真相 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光靠检举罚款 是懒惰的做法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2月28号晚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 发表他上任后的首个国情资文 重点阐述政府2018残年预算 据白宫官员27号透露 特朗普2018年预算计划 将大幅提高国防预算 以重建美国军事力量 特朗普27号在白宫 与各州州长会面时表示 他向国会提交的是一份 基于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预算 包括历史性的增加军费开支 以在最紧迫的时刻 重塑美国军队 特朗普表示 房屋开支的增加 将通过调整联邦政府机构 开支和提高效率来实现 令白宫预算 特朗普政府将于三月初 向国会提交 2018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报告 报告将寻求将国防预算 增加10% 约540亿美元 这些钱将用于打造军舰 军机 并在国际重要水域和要塞 建立更强大的军事存在 为了抵消军费预算增加 绝大部分联邦机构 包括美国国务院 都将面临预算削减 一些低优先项和对外援助支出 也将面临最大幅度的削减 虽然特朗普的预算方案 还未正式公布 但民主党方面已公开表示反对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表示 对非国防项目的削减意味着 削减中产阶级福利 不过 财政部长努钦26号表示 新政府的首个预算计划 将不会削减社会保障 与医疗保险等重大社会福利项目的支出 俄罗斯副外长 李亚布科夫2月28号说 俄罗斯期待与美国开展建设性合作 但双方对话应在平等基础上进行 俄罗斯将根据具体事物 判断美与俄进行对话的实际兴趣 有多高 俄罗斯副外长 李亚布科夫2月28号 在国家杜马举行的俄美关系 现实与前景圆桌会议上说 俄罗斯愿意相信 华盛顿政权的更迭将为俄美恢复对话创造机会之创 俄罗斯对于美国的建设性合作持开放态度 但俄罗斯将根据具体事物判断 美国与俄进行对话的实际兴趣有多高 他说 俄罗斯愿与美国就战略性问题进行全面的讨论 这涉及美国建设全球反导系统 研发战略进攻性武器 拒绝批准全面禁止和实验条约等 可能影响战略稳定和安全的问题 李亚布科夫指责美国国会试图通过法案 阻止美国总统特朗普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 对俄实施经济封锁 他说 恶意行为可能给俄美对话前景带来损害 李亚布科夫表示 双方已开始筹备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事宜 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资讯蕴含机会 创业改变未来 感谢3158招商家萌莽的大力支持 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韩国负责亲信干政事件调查的 特别检查组发言人李归哲 2月28号确认 特检组怀疑 朴槿惠与亲信干政事件 核心人物崔顺时 共谋收取贿赂 随后以给予企业商业照顾作为回报 不过朴槿惠的宪法法院 就弹劾案做出宣判之前 仍是在任总统 享受司法豁免权 韩国负责亲信干政事件调查的 特别检查组 2月28号结束其调查活动 认定总统朴槿惠为涉负嫌疑人 由于代行总统职权的总理黄教安 拒绝延长特检组调查期限 特检组的调查活动于2月28号结束 是否继续调查调警会涉案行为 将由常设检查机构决定 在调查期限最后一天 特检组决定对17名涉案嫌疑人提出起诉 包括崔顺时 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荣 以及青瓦台前政策调整首席秘书安中范 特检组此前已起诉13名涉案人员 特检组表示 李在荣涉嫌犯有行贿 违反特定经济犯罪法 以及在国会听证会上做伪证等罪 崔顺时则涉嫌收受贿赂 以及帮助其女非法进入梨花女子大学等 特检组计划寻求没收崔顺时 非法所得财产 另外韩国宪法法院2月28号 启动针对总统弹劾案的闭门评议 法院8名法官悉数参加 韩国媒体报道 闭门评议将持续两周左右 宪法法院有望在3月13号之前 对弹劾案是否成立作出宣判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月28号宣布 乐天集团已于当天正式签署 同军方的萨德系统部署地土地置换协议 根据该协议 韩军方将用首尔附近的荆棘道南洋州 是一块国有土地 换取乐天集团拥有的 兴州郡高尔夫球场 作为萨德营地 韩国官方和舆论认为 协议签署后 韩方将加快部署萨德系统 这一举动 无一于把韩国推向一条危险的快车道 不仅罔顾韩国民众安危 更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 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 有关国家战略安全利益 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朝鲜官员李东日2月28号 在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前表示 朝鲜高级别政府代表团 当天抵达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将与马方相关官员 商讨归还死亡朝鲜男子尸体 释放朝鲜籍嫌疑人 双边友好关系发展等问题 但李东日没有说明代表团 将与何人会面 据报道 在2月13号 一名朝鲜籍男子 在吉隆坡机场死亡之后 马朝两国围绕事件 调查等问题一直互相指责 马来西亚警方2月28号说 正在依程序 吊销两家贸易公司的营业执照 此前有报道称 这两家公司被怀疑在马来西亚 为朝鲜政府从事隐秘的军用设备交易 马来西亚警察总长哈利德表示 马来西亚警方正持续关注此事 并采取防御措施 保证马来西亚不被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所利用 据法国媒体报道 法国总统奥朗德2月28号 在法国西南部参加高铁开工仪式发表讲话时 一名负责安保 位于一座建筑物房顶的特警不慎 枪支走火 子弹飞向为仪式准备的酒会现场 一名服务员和一名铁路员工 分别被子弹击中腿部和脚 没有生命危险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舞报 资讯蕴含机会 创业改变未来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的大力支持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维也纳美全公动物园 去年夏天出生的熊猫龙凤胎 伏伴和伏凤 近日终于可以和公众见面了 两个小家伙对周围的环境充满了好奇 憨太可居的样子 同时又让人捧腹 七个月大的熊猫伏伴和伏凤 近日在妈妈的陪伴下 第一次和游客见面 他们似乎对新的环境非常好奇 不时地爬上爬下 难得不宜乐乎 三个小时的玩耍时间结束后 两个不甘心的小家伙 被工作人员带回了室内 这对大熊猫宝宝自去年8月7号出生后 就成为当地的动物明星和新闻报道的热点 他们的父母龙辉和杨阳 更是以生育五个幼崽 创造了欧洲圈养大熊猫 在没有人为干预状态下 交配生育的记录 通常情况下 双胞胎大熊猫幼崽中的一只 有时会被妈妈遗弃 但熊猫妈妈杨阳 作为经验丰富的母亲 对这对小宝贝格外关照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台海资讯带节目 重装出发365天 待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官方微博 和东南卫视官方微信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